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估计特朗普没有想到的是 华为在2019年依然活得不错 销售收入8588亿元 同比增长19.1% 净利润627亿元 同比增长5.6% 并签订近90份5G商业合同 于是在华为被列入实体清单一周年之际 美国再次利用在半导体领域的技术优势 分别于5月15日、8月17日 进一步收紧了对华为的限制 除非获得特殊许可 否则芯片制造商不得在使用美国技术情况下 向华为供应他们的产品 净利升级后 这意味着9月15之后 没有许可包括联发科、排气电等在内的芯片厂商 将无法向华为供货 顺时间华为陷入前所未有的芯片危机 于成东也表示华为没有芯片了 而华为如此处境 特朗普无疑高兴坏了 那么华为真的熬不过去了吗 为走出困境 华为已经启动莱尼湾项目和塔山计划 于成东也表示说 我们正在想办法 不仅如此 为彻底解决我国半导体企业的痛点 国务院正式下发红头文件 近日据媒体报道 国务院下发了提升我国字解率的文件 邀请我国芯片字解率在2025年实现70% 对于华为的未来你怎么看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 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先杰创意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